加弹一关新道是最新消息 疫情期间 民众大量使用宅配寄送包裹 却让物流业的量能崩溃 黑猫宅即便在昨天就发出了公告 因为货量太大 3号前都暂停受理寄到 双北、桃园以及新竹县市的低温包裹 不过也有物流士在脸书上面 po出跟公司的对话 表示没日没夜的工作 让他是快撑不住了 想要主动请无薪假 也呼吁民众暂时不要宰寄送包裹 大大小小的包裹塞爆仓储 就连低温冷藏的货品 也只是堆放在一般室温环境 因为黑猫宅即便的物流量能几乎崩溃 民众疫情期间大量使用网购宅配 已经让货品多到黑猫无法消化 现在还传出有物流士 累到想主动请无薪假 黑猫宅配人员po出和公司的截图 表示疫情期间送货真的很危险 加上近期货量大 没日没夜的工作 已经让他快撑不住 因此想自行请无薪假 网路上也有许多物流士 呼吁民众不要再寄包裹 黑猫宅即便 一号也紧急贴出公告 官方表示 三号以前都暂停受理 寄到台北、新北、桃园 以及新竹县市的低温包裹 一般消费者寄件的低温包裹 也不收 另外因为货物量大 在14号之前也无法确保 包裹隔天就能完成配送 民众得多加留意 货品排山倒海而来 物流业者也压力爆棚 记得综合报道